大家好,我是来自湖南省儿童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邓之芳 我是湖南省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单文斌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五四青年 我在《青春之歌》这部歌舞剧中扮演的角色是五四青年的女学生 作为一位话剧演员,参与歌舞剧的排练 一开始想在文系部分把我的人物感受做好 把情绪传递给观众就可以了 但是进了组之后发现,除了这些 我还需要将舞蹈和音乐相融合 排练中我们和湖南省歌舞剧院的演员们一起磨合 一起努力,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的角色更加的鲜明 最开始的时候,我觉得这个角色离我们的距离很远 很难准确地把控角色的情绪和感受 甚至在排练的时候还会觉得这是在强行打鸡血 但当我真正开始入戏的那一刻 我发现这并不是在打鸡血 在那个年代,如果没有那些热血青年为革命的胜利添砖加瓦 是不可能有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的 他们的每一次呐喊,每一次坚定的眼神,每一次欣慰的微笑 都在排练的时候激励着我们 就在那一刻,我仿佛自己就是他们 为了我们的胜利努力着 作为年轻人的我们,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以前的故事 但是参与了这部剧后,让我真切地感受到 历代青年的精神和力量 理解了当年的五四青年,用一腔热血燃烧他们的青春 最后青春之歌,青春永不凋谢 剪池